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兽医系的心脏科的博士班学生 然后他因为太想念台湾了 所以突破了疫情的阻隔 在这一年还是回来与我们过年相聚 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 所以可以请他来聊一聊 就是他在瑞典的生活啊等等的 对对对 真的太特别了 一定要邀请一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瑞典生活这样子 不过在之前呢 我们也想要先了解一下 某某医师 台湾研究所的毕业之后 那为什么又会想要再出国 深造训练模式班呢 我其实出国的初衷很单纯 就是我想要解决 我家狗在我大三的时候 发现他的心脏病的治疗的限制 因为我家狗狗在我大三的时候 有一天偶然的拿起听诊器 竟然发现这么健康的他 竟然有很明显的心脏痕 然后就当时的 对这个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那个阶段 我家的狗是没有任何的药物 或是治疗可以介入 去暂缓他疾病的恶化的过程 那唯有进到新衰竭 我们才可以开始用药 并且进入新衰竭之后 这个疾病的愈后是相对不好的 于是我就觉得 唯一透过研究 我有机会可以突破 现存的治疗限制 因为我想要做不同的东西 让更多同时有 罹患这个疾病的狗狗 可以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而不是坐等他们恶化 然后痛苦死亡 对而且那个你刚刚说 那个时候没有治疗方法 其实在过去几年前嘛 确实就真的有一个研究出来 2016年 其实就让我们知道 其实在他的狗狗的那个状态下 其实我们有一些药物 可以开始及早使用 然后可以延缓这个疾病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也是 我个人对临床研究也很有热情嘛 或是觉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真的我们可以透过 这些的研究时机去看到我们 在治疗动物上面的一些的改变 对所以你现在你的狗应该 后来那个研究出来后就开始 有在服药了 对我家的狗2016年进入疾病的B2 stage 然后他用了药到今年2022 他今年16岁了 都还可以在瑞典负20度的气温下跑跳 哇 然后疾病都没有再恶化 激励人的case 真的 因为用低温然后但是也是高领 对 对 那时候我记得出国要带他 决定带他出去的时候也是 怕怕怕对不对 就很怕 没错 出去会不会怎么样 因为又是长途的飞行这样子 对啊 而且哇好厉害16岁的耶 他看不出来耶 对 而且2016年的这篇研究 就是我现任老板做的研究 喔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 对啊 就他现在的博士指导教授 就是那个那篇研究算是最主要的研究 研究研究人员 哇好棒喔 直接可以跟着这样发明 不是发明 就是研究出来 对研究出来的人 然后一起去做进一步的更深的研究 所以以前我们都是看 跪着看着那篇paper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他就在跟那篇paper作者一起喝茶这样 哇真的 以后会不会是更多的受益系学生啊 或者医师要拜读你的研究这样 没有我真的很幸运 对对应该就是 当然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希望对啊 希望可以有带来很多正向的影响 然后可以帮助 临床医师的 诊疗生活 然后进而帮助更多动物啦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聊一聊 那你现在你在那边 是在做什么样厉害的研究吗 嗯嗯 最新的研究呢 研究的主题 好等一下 主要是想要透过超音波的检查 去优化现在左心房大小的测量方法 因为左心房的数值是我们狗狗猫猫心脏病 最重要的一个育后的指标 嗯 那现在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我的老板在 二三十年前发展出来的 但是经过这些时间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更简单清楚的方法 让全世界的受益师 可以做更好的测量 嗯 并且提供治疗方针 对 我觉得就是心脏超音波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幻想 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最厉害的检查工具 然后它最准 然后最精确 但是就是会给你很多的数字 然后去判断 但是其实这个检查 我们真的有在做就知道 它其实超主观的 超取决于你那只拿着探头的手 到底是怎么去扫描 或者甚至说你扫描到的影像 你怎么去点你的点 从A点到B 然后怎么去量 都会影响到你的 你的检验的结果 然后你的检验结果就会影响到你的临床的决策 嗯 大家也挣扎了许久 对 不是现有的方法 其实当然有一些它的限制啦 对 所以我们真的 其实也都非常期待 某某的这个博士班 可以给我们一盏明灯 就是可以 也许可以找到一个 大家 真的是好量 然后又可以 很好 很好 统一的方式 然后去做出一个很好的测量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对啊 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听卢医师讲起来 就是这个结果会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创新吧 嗯 对 就他们 他老板做的研究通常都是一个 很前位 都是会改变 改变我们生态的研究 就像是之前那篇研究一出来 现在 大家就知道 诶 那个B2期的狗狗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吃药 对 所以我相信这个研究 也是很有机会会改变我们的日常 心脏 受益心脏科医师的日常 很多 嗯 对啊 默默会持续努力 然后我曾经问过老板 他说他觉得 他职业生涯的这三四十年来 最重要的研究 就是不外乎 三十年前建立的那个方法 嗯 另外他很期待 就是我 我的博士班的这个project 我们希望真的可以让 临床的受益师 在做测量 还有控制狗毛的心脏病 可以更便利 嗯 然后更清楚 对啊 因为就是一个好的方法 应该要是很容易量 对 而且是大家都可以 不需要一定要 经过可能十年苦练 然后才能够学会的一个 方法 对啊 好棒哦 听起来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某某医师 那现在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现在就读的学校 跟城市是在哪里吗 嗯 我现在就读的学校是 刚刚大力 呃 某医师有介绍 是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嗯 那 他是坐落在 瑞典的 Oppsala 这个city 嗯 然后他是 瑞典的第四大城市 嗯 那他的特色是 全北欧最老最老的大学城 嗯 然后在我们 这个城市有两所 主要的大学 一所是 Oppsala University 嗯 那他是 最著名的校友 应该就是 林奈 植物学家 所以 林奈 对 不是林奈瓦斯鲁哦 是林奈 刚刚 Google Google一下 对 我刚刚其实有Google一下 他的照片 让我吓一跳 然后也是 1707年出生的人物 照片也是很像巴哈 或者是 贝多芬的那种照片 哦 你说照片长起来很像 对对对 就是巴哈那个年代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是那样的年代 可是这个 你说然后这个 林奈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知名校友嘛 对 知名校友 哇 所以那个学校 应该也是有个 一两千年 西约也才几年 应该有 所以他们那个学校 或是说那个城 是几年了 我们学校应该有 应该说 Oppsala University 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然后我的学校 好久哦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是在80年代 从Oppsala University 分支出来 的一个 专门农业 经济重点发展学校 那 其实瑞典的受益系 也已经有 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哇 那他只是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对大部分的台湾人 可能都不熟悉 嗯 可是他其实是欧洲 就是在做 森林生态啊 农业经济 永续发展 非常知名的一个学校 哇 而且历史很悠久耶 五百年的受益系 对啊 好酷哦 那瑞典有几所受益系啊 像台湾有五所 瑞典其实像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一样 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学校 有唯一的受益系 嗯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 全瑞典唯一的受益系 唯一的受益系 哇 那这样人数多吗 就是同一届 一年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个毕业生 哇 很少耶 对 其实像是相对来讲说 我们台湾很多 对啊 真的 因为就我所知 在美国好像也是大概两个州 一个受益系 两个州才一个受益系 对 所以美国也在十几所吧 对 其实也没有到 也没有很多耶 很多所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台湾受益系是很多的 真的 那面受益的机会 相对起来国家高很多 嗯 嗯 然后瑞典的动物的总量 应该说 呃我们兽医会接触到的 主要的由人类 饰养的动物 嗯 狗加猫 大概是 台湾的一半 嗯 然后瑞典的马 又比狗加猫加起来还多 哦 所以他们反而 哦养马的比养狗猫的 还要多很多耶 对 所以那他们的动物医院 可想而知那个 马病的这个区就是 很大 很大一块 没错 嗯 我们学校的规模是有 五栋 嗯 诊疗的空间 那其中有两栋 就是主要看马跟经济动物 哦 然后我们也是从 除了心脏专科之外 眼科 神经科 马醉科 外科 内科 就是该有的专科都有 哦 马也有分外科专科 哇 跟其他的展科 好细哦 所以 你们是唯一所 兽医系 或说 等于那也是唯一 一所教学医院 对 所以应该就是 最后防线的概念吗 对 嗯 对就是 要转整 转转转转 最后都一定会到 你们那边 嗯 嗯 没错 那在动物医院的 因为 我知道你是 你虽然是博士生 但是其实你的 研究 我们刚刚讲 跟超音波有关 就是跟临床 其实 有很直接的相关 然后你的老师 也都是 心脏专科的 医师 嗯 对 所以你应该 也有些 你也有些时间 在动物医院 那那边的动物 就你们学校的动物医院 跟台湾动物医院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或是 就很特别的地方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 最明显的差异是 因为瑞典服务员辽阔 嗯 它的国土 是台湾的13倍大 但人口只有台湾的一半 哇 因此我们的动物院 也都很宽阔 嗯 那从后诊区 柜台 呃 饭售区 住院区 还有每一个诊间 嗯 其实空间都大很多 嗯 那我觉得 很直接的影响是 当动物跟寺主 来到医院的时候 他们从进来 等待到看诊的 整个过程 都蛮平静的 嗯 就是不会有很焦躁的感觉 嗯 嗯 那边的狗 是不是 好 也是 也很平静 对啊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对啊 在瑞典 因为大部分的人 养的都是大型狗 哦 然后因为他们有打猎的 过去就 嗯 嗯 嗯 习惯了打猎的文化 所以也有很多猎犬 嗯 那他们大小狗的比例 差不多是台湾的相反 嗯 我觉得台湾大部分都是小狗 对 然后少数大狗 他们就完全反过来 对对对 所以今天带一只马尔祭司去 大家就觉得 哦 这个比较好少见哦 好可爱好迷你 可能一整天只有一只小型狗 可是有十几只的大狗 哇 然后也有超巨大的什么 爱尔兰 呃 嗯 Wolfhound 哦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在台湾看不到的品种 没错 哦 好酷哦 对 然后瑞典没有流浪全貌的问题 因为外面 太冷了 也没有食物 品种全会比米克斯来得多 因为大家都是 已经准备好要养狗 他们才会去跟繁殖 呃 就是跟breeder登记 嗯 然后才会 开始繁殖狗狗 哦 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生命都是在准备好 之后才降临的 因此他们 尊重 生命的态度 嗯 是 我觉得 根据我在台湾的观察 是很不一样 嗯 嗯 对 他们真的是会像对待 小朋友一样的 对待他们的狗猫 嗯 那从四组到 呃 我们的兽医护士 兽医助理 还有兽医 对话很多时间 在对狗狗猫猫 去喊温暖 嗯 好可爱 跟他们讲话 跟他们沟通 没错 哦 现在要做检查了 那个稍微刮一下 对 那一下哟 没错 或是他们在经过住院区的时候 都会关心每一只狗狗 你现在好不好 你今天变变了几次 嗯 想吃东西吗 他们会站在笼子前面 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 跟对话 嗯 当然就是 因为他们 不需要一个人 顾非常非常多的动物 哈哈 就比较有时间可以 原来是这样子啊 就是住院动物 不只是医主的执行 还要关心 他的心灵的层面 要聊一聊 要呵护 抒发一下 嗯 住院的紧张情绪 也要去 去疏解的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 嗯 瑞典的兽医的医疗 我们很注重 动物的疼痛评估 嗯 还有他的 生活品质的评估 嗯 其实他们对 安乐死的态度 是相对比我们 开放很多 很多侍族在兽医提出 可能需要安乐死 的阶段之前 侍族就会主动先提出来 因为他们不希望 他们的动物感受到 任何的痛苦 嗯 他们做这个决定 是很快的 然后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嗯 所有的兽医医疗人员 都会去评估说 他是不是有 哪里不舒服 只要有可能造成他不舒服 那我们就会 用其他的辅助药物 去让动物不要感受到 任何的 嗯 难受 嗯 所以像我们这边 其实很常会遇到 一只狗狗 可能哇 费鸡水 嗯 五六次 然后每一次我们都 拼死拼活 把他拉回来 然后继续稳定等等 但是可能在瑞典 也许他 鸡水第二次 他就会觉得他 太suffer 他可能就会选择 对 没错 也就放手了 甚至有的时候是 兽医觉得还有 嗯 进步的空间 嗯 但是似组觉得 他不想要让他再 痛苦下去了 嗯 就即 虽然说有 有后续 因为你们医院看来 也是设备 各方面是很先进 有很多可以在做的事 单独的四组 所以是 这个决定通常是 是谁有最后的决定 是四组 其实我们像 在台湾的处置是一样 就是我们会提供四组 不同的 治疗的选择方向 嗯 然后当然还是由他们 做最后的裁定 可是如果 兽医觉得动物 现在实在太痛苦了 一定要安乐死 而四组不愿意的话 我们是可以寻求 法律途径 哇 这个很不一样 对 兽医师要捍卫 动物的权利 就是说可能 兽医已经很明确知道 这个动物 治疗下去 或是 是很辛苦 很痛苦 哦 然后但即使 四组说 不要 我不能让他离开 我不要那个 就是让他走 这个真的很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就是 是法律的制定的 就是在法律上 有给予受益是这个 呃这个 像权限吗 或者是 还是权利 可以判断的 没错 有一个权利 而且瑞典的狗狗 规定每六小时 一定要被 带出去散步一次 规定哦 规定 哇 所以有很多公司 这太硬了吧 对啊 大家不用上班 他如何去计时 对啊 那上班人怎么办 对啊 就中午要回去 遛狗 或是会有很多那个 狗狗 遛狗保姆 哦 是狗狗遛狗公司 安心这样子 哦 可以开发一个新的产业 就是遛狗保姆 哦 所以中午可能就会 大家突然都不见 然后都再回家遛狗 回家去遛狗这样 没错 老板中午都会开车 回家遛狗 啊好好玩哦 天哪好特别哦 就很重视 动物的散步的权利 就是不能一直 把他关在 生活品质 他们也是非常在 在乎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们对于 生命的看重 嗯 好特别哦 然后我记得 你之前有跟我讲过 所以你们医院里面 会有一个区域 是让 大家可以带狗来上班 对 有 蛮多公司 会有狗狗的宿舍 所以狗狗 就可以跟主人 一起上下班 然后中午 大家可以一起去遛狗 就可以直接 从那个宿舍 带他去遛一遛 对啊 不然如果说 住得很远的话 怎么办 因为刚刚出了 幅园辽阔嘛 就是带他去上班 一起上班 那猫咪也可以一起上班吗 瑞典大部分的猫啊 它们都是室内跟室外 可以自由的进出 哦 它们可以自己散步 对 有户外 室外猫 哦 了解 然后有很多猫 有打猎的习惯 所以会带猎物回家 这样子 对 那个肌肉量摸起来 就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瑞典看来 真的要养狗 真的就是要 真的要下一个 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承诺 因为你就是要 真的 六小时要散步一次 一次 然后 对 然后整个的规范 从养 也不是你路边 居家店里面就养 你必须要申请 然后去找到合格的 嗯 是一样的人 然后他才会开始 生小狗狗 对 才会到你在手上这样子 没错 真的是 蛮不一样的 嗯 真的蛮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比较 自由一点这样子 对 而且繁殖业者也会受到 嗯 整个 社会跟兽益的限制 因为他们如果要 贩售犬猫的话 往往四组都会要求 要提供健康检查的证明 那会保证 是日本人的吗 你说 狗狗的 狗狗猫猫 幼犬幼猫 哦 对 所以通常都是三个月内 他们会带 幼犬幼猫去给兽益做检查 嗯 那确定没有问题了 甚至已经 做过 先天疾病的 的基因检查之后 嗯 才会交给 就是想要 买狗狗猫猫的主人 哦 真的 从一开始 就非常非常的严格 在审慎 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对 哇 然后瑞典 有90%以上的狗 都有保险 哦 那当他们有保险之后 其实 会有利于我们 之后 医疗的 嗯 执行 嗯 因为大方四主会比较愿意 做比较好的医疗 或是更多的方向 嗯 那你现在在 那边在瑞典的话 也是在心脏科吗 嗯 对 那在跟我们在 你自己新传的话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兽医 医疗水准 很先进 嗯 嗯 在心脏科 在做检查的这个流程 或是检查会做的 项目 都跟我们在瑞典 非常的相似 另外就是 我在去瑞典前 我并没有预期到 瑞典人 不是单单只有在动物医院 其实他们工作 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嗯 所以他们做每一个 心脏超音波的检查 四主数会在场 然后我们会 很 嗯 高效率的把检查做完 做完之后 再一并的跟四主 解释现在病情的发展 嗯 还有后续的控制 然后开处方药 嗯 所以你们通常 一个早上会做几个 超音波 我们在 表定的 case 有的时候一个早上多的话 可以做到 12、13只动物 哇那很多耶 很快很快 有的时候是15分钟到30分钟 半小时就 两只吧 半小时要一只到两只 对啊 一只到两只了耶 这样子 很多 这么的血汗 如果是台湾 台湾人讲 就会说 怎么这么的血汗 因为我原本 这么有休息 原本想象说 啊在北欧工作 就是一个很chill 然后工作 很悠闲 就是什么早上 10点上班 3点就下班 然后 一天做个 做个两只超音波 最结束了 所以其实不是 所以其实还蛮扎实的 对啊 我们心脏课约诊 最早从早上8点就开始 那如果当天有很多状况不稳定的动物 又在加诊的话 中午有时候没有办法休息 嗯 然后所有的检查 基本上会在3点前结束 然后3点到5点 就是写报告的时间 嗯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是很厚线 最厚线的医院 嗯 因此报告不会直接 呃交给四主 而是交给转诊的医院 嗯 所以真的就是 上班的 的时候是很专注 就是要 要必须 应该说必须要很专注 因为就是 要很有效率的 对 完成 这些东西 这样 没错 我觉得对瑞典人而言 很重要的就是工作跟生活 下班后生活的平衡 嗯 那很多人可能下午 4点半就要接小孩 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工作 在4点前一定要完成 因此他们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高效率 就算他们有 早茶半小时的时间 就是瑞典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 FICA 嗯 早上半小时 下午半小时 但是除了那个 两个半小时 还有吃饭的时间之外 他们上班 都不会看到有任何人 在滑手机 滑手机你就会觉得 我都不敢滑手机 嗯嗯嗯 对 就连我在办公室工作 嗯 我都不敢 滑手机 对 但是有讯息看一下可以吧 就只有公式的讯息 但大部分通常都是用信件 去做答复 嗯 然后下班后 基本上雇主雇员间 也不会有任何信件啊 或是 讯息上的往来 因为下班后就应该是 个人的时间 要好好休息 嗯嗯 那另外我还有观察到 动物院的受益师 他们在下班前也 通常会把交接处理的 非常的 嗯 清楚 清楚 对 所以你下班后 你真的是 不需要 去担心 住院动物的状况 他们可以很信任的交付给 其他接班的受益师 或是受益医疗人员 OK 所以他们某个层面来讲 就是他们的 工作时间就是有限的 对他们讲 对其实蛮有限的 有限的时间就是 把 但是他们的工作量 不是说他们有限 就工作量就变少 然后就 比较不认真工作 对 而是认真的把 事情做完 在有限的时间内 对 可能也没 对 可能这个也是 大部分也是没时间滑手机吧 就是你 对是没有时间滑手机 好像想像如果每半小时 就要做一个超音波 一个早上做十几个 应该也没时间滑手机 应该就是要很认真的 而且刚刚算了一下 三点到五点的写报告嘛 两个小时 然后如果你早上那么多 十几二十个 写十几个报告 所以你写报告也是要很 很有效率的 对 就是写一个完 然后滑一下Facebook 再来写第二个 这样你可能就会写到七八点 对 有可能喔 真的真的 但是在 但在我们这边可能 很有可能就会是 滑一下 然后后来就加班 对不对 然后就加班 然后就七八点才下班 对 但是他们也可能 他们就 就是宁可我 就是专注的 有效率的 在这个时间内做完 四点前就是要做完 然后我就要去接小孩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蛮不一样 对 都跟我讲讲的蛮不一样 对啊 有早茶时间跟午茶时间 但是他们还是会很 浓缩的把工作做完 而且中间可能还没有办法 吃饭休息嘛 以前听起来就有 你们好像每天都在喝茶 早早晚都在喝茶 对对对 原来就是有那个时间 对其实 只有那个时间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中间都还蛮扎实 对中间非常的扎实 而且Fika是一个 他们长久以来的文化 Fika的时候 你不应该滑手机 Fika就是要 Fika也不能滑手机 拿一杯咖啡 去个肉桂捲 然后跟同事 好好的聊一下 你的小孩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Fika的时候 也不会聊公事 吗 还是 对啊可以吗 公事就是在上班的时间 上班的 所以Fika真的就是一个 寒心的时间 对完全要脱离工作 要休息 哦好神奇哦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聊到工作的事情 他们会不开心吗 不会 因为瑞典人不会 喜欢跟你起当面的冲突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特别 日本人来着 对怎么说 有种日本文化 对奇怪 有点熟悉感 真的那 但我觉得蛮有趣 好像对 动物院这样听起来 跟台湾某方面 也是蛮像的 对就是 忙起来是会非常 对啊 其实听起来差不多 都很充实 那你觉得你在那边 现在那边念博士啊 就有没有 遇到什么挑战 我觉得除了 文化差异很大之外的挑战 可能是 呃在 台湾受教育的这 十几年来 我们 没有被鼓励 要说出自己的想法 嗯 因为往往我们就会 赞同老师说的 然后不会去 指引老师 或是长辈们 教我们的 嗯嗯嗯 东西 嗯 可是在瑞典 他们很尊重 每一个人的想法 嗯 除 从上课 从每一堂课的讨论 到 就是跟我的 老板们 讨论 研究的设计 他们都会一直问你说 那你觉得呢 嗯嗯 所以就要想办法 建立自己的 独立思考的能力 没错 还有批判性思考的 那个空间 嗯 对 所以你的老板 不会告诉你说 哦 你接下来这个礼拜 我就 你就是做这些这些这些 然后你的博士班的计划 就是 把这些事情完成 然后就可以毕业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时代哦 不是 呃 我们都是一起 共同做决定 跟决定 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嗯 然后因为我的老板 非常的忙碌 嗯 所以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先想好 然后抓准时机 跟他讨论 嗯 然后马上做出决定 然后再调整 改变 OK 因为如果你没有 没有想好 你只是直接问 他就会回问你 说那你 那你觉得呢 或者知道他们很 哦 而且瑞根的博士 必须要在四年内念完 嗯 然后必须要有三篇 到五篇之间的发表 哦 那也是蛮扎实的 嗯 嗯 所以这样反过来讲说 那边人都很会讲 自己的想法嘛 没错 嗯 那他们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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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训练吗 他们有什么训练的方式吗 因为台湾都没有人训练我们 对啊 他们从幼幼班就开始 让小朋友 有可以发表自己意见 的时间 然后他们通常 小朋友一岁以后就会送到 一两岁以后就会送到幼幼班 嗯 然后老师 每个礼拜都会问小朋友 说 就会给他们一个开会的空间 跟时间 好可爱哦 请大家表达 下礼拜他们有什么想法 譬如说下礼拜中午 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要玩什么 嗯 我们要去哪里交游 嗯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有 发表自己想法 跟言论的空间 好可爱哦 这也太可爱了吧 对啊 在台湾可能就会 想那么多干嘛 就下礼拜就吃面 对 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说一不能说二 所以他们是从小 然后那些小朋友们 就可能就举手说 我下礼拜想吃意大利面 我下礼拜想要去公园玩 之类 没错 好可爱哦 那对你来说 会一开始去那边 的进修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 很不敢说出口吗 因为我觉得亚洲人 可能 台湾人啦 应该是台湾人 就会比较会这样子 对 但我记得我 博士班报告的 报道的第一天 我老板就跟我说 请你抛开 亚洲的阶级制度 就是你请 帮我当成 你的同辈 然后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讨论 从生活 到工作 嗯 然后我老板 还有上所有的课 老师都会跟学生说 没有问题 是蠢问题 还有你不会 你不懂 没关系 你就说你不知道 就好了 嗯 因为像我老板 就算已经在心脏界 打滚了三四十年 常常我问他一个东西 他也说 我要看一下 我要查一下 那篇 我发表 paper 我写了什么 对 所以大家 脑容量都是有限的 所以不知道 都是很正常的 突然听到天王级的人 说这样子的话 应该会觉得 很有安全感吧 真的 他都不知道了 对 我们不知道也会 很开心 好 好棒哦 OK 那最后来到 新传的一百种生活 我们的 新传人主张时间 那我们一样要请 某某医师也 来讲一下 你的新传人主张 是什么呢 希望有一天 台湾对于人 动物还有环境 尊重的态度 可以跟瑞典一样 然后出国之后 我才发现 台湾人拥有的 食物 生态 环境的资源 真的非常丰沛 身为台湾人 真的很幸福 真的 听完某某 之前跟我的分享 是他们那边 可能一整年 都吃同样的三种蔬菜 可能同样的两种 相对来讲 在台湾真的是 非常幸福 我们选项很多耶 对啊 那谢谢某某今天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在瑞典的生活 也是在他过年 会来百名之中 抽空来跟我们分享 那期待未来有机会 可以让他 可以跟我们聊聊 更多瑞典的大小事情 没错 那如果今天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透过五星评价留言 或填写资讯栏里的QA连结 与我们联系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动物医院 339号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新传动物医院官网 及订阅新传动物医院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啰 拜拜